大家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学音及相关的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虚音及玄音 及其相关的字 知道我们祖宗啊 把我们生命历程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一个过程 一个现象 或者一种状态 也就是饥饿的状态 使得我们这个 自我感觉到物质生命有一定障碍 或者受到一定的威胁啊 而产生一种所谓的紧迫感啊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叫做学虚 那么学虚啊 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就发现这个频率比较高 一天发生好几次啊 我们人生啊 那三万两天 百拉十年啊 每天都发生啊 否则我们这个物质生命就不能延续 所以呢 我们人类啊 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我们啊 劳动劳作生活的一种动力的源泉啊 我们没办法 没别的选择 这也是规则使然 那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么祖宗呢 就叫做学啊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学音 进行这样一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啊 或者现象 或者说我们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啊 就演变出对应的一些学字啊 那么 那么 既然 嗯 这个 这是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 呃 一系列的措施 也 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我们人类 主要的劳动 劳作 生活的目的啊 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 就有 不同的各个方向的演变 因为你其实呢 解决虚学啊 就是去获取食物 使自己不虚不学嘛 啊 使自己物质生命得以向前推进 那么 你既然是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首先呢 要去 呃 找寻获取食物 完了以后你能能吃饱吗 才使得自己这个生命不虚啊 不学啊 那么 所以呢 这个学音的含义呢 有获取食物啊 嗯 是 吃到食物 使这个食物呢 变成我们自己身体的啊 组成部分 或者说是支撑啊 或者保障啊 那么 变成我们自己身体的啊 嗯 这样一个过程 过程啊 就叫做学 所以整个含义都在这个学音里头 那么 这个音啊 比较早 那图字画呢 那就往后来演变啊 慢慢 有这种需求以后 祖宗呢 赋予了一些这个 含义 当然了 这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或者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呢 很难用 嗯 一个图 一个画啊 一个字去表述出来 所以呢 有这个学音的最基本的含义啊 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字 和其他的一些字啊 不一样 基本的一个字图 这个来表达这个一个过程 那么 首先要去找寻得到食物啊 因为刚开始祖宗来到这个世界上 吃什么喝什么都不知道 是有食物啊 吃喝的需要 那首先要去找寻 就所谓的启蒙 蒙嘛 大家想蒙嘛 是吧 那么 所以呢 祖宗呢 赋予这个学音啊 这个动策去找寻食物 去获取食物啊 这是一个动作 那么就有了什么 一个学字 就是一个折子 加一个组字 组代表走 你要走出去 去干什么 去找寻折 你还要再回来啊 因为我们有居住地啊 不光是 通常呢 是男性或者体力壮的出去 完了 那个居住的地方呢 还有弱小啊 还有这个 老啊 还有这个 女性啊 那么你还要再回来 所以呢 出去找 去获取 那么有这么一个含义啊 呃 但是呢 它有一个旋转的意思 旋转意思是后来 由于找寻啊 呃 获取食物啊 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所以呢 也给了这个 字 但是这个字呢 这个旋转的含义呢 又赋予了另外一个学子 我们慢慢的 跟大家一点一点分析 那么你去找寻啊 获取啊 呃 这个食物呢 呃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是所谓的 其他的啊 呃 灵性血气啊 生命的身体啊 草木 虫兽啊 鸟 就这么一个途径 我们不能直接去吃土 吃啥啊 都不行啊 祖宗也都试过 也启蒙过 不行啊 这个解决不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两大途径 一个是植物 一个是动物 那么你要 就是所谓的打猎 那你要获取动物呢 你到哪去获取呢 你要到动物 动物的居住地啊 去获取 那最早祖宗 生产力不发达啊 能力有限 你说直接面对 狼狮虎豹这些大型动物 也不现实呀 我们还要逃避啊 还要回避啊 还要跟他去周折啊 所以呢 祖宗也认识到了 那通常那个幼小的动物 只要动物捕食也都这样啊 照着弱小的啊 嗯嗯 使劲啊 你别看狼狮虎豹啊 这都很凶猛动物 猎杀牛啊 马羊鹿啊 也都是找弱小的 实在没办法呢 才就进攻 这个成年的 因为成年的反抗力大 所以没办法都是才去 那弱小的呢 比较容易 那祖宗呢 这个道理处于灵长类 顶端的 我们人类自然也清楚 这个事情 所以呢 就往往他那个居住地 去多他的这个幼子啊 当然不会说狼狮虎豹啊 你去啥就了兔子 也就做幼子也比你 他就他他动作缓慢啊 所以呢 就去抖回啊 去偷取啊 动物居住地 动物这个槽 这个动物 他有个动啊 比如说啊 鸟有槽啊 啊 这个地方啊 去获取动物来作为食物 那么 这样一个 过程吧 这样一个动作或者行为吧 就叫做穴啊 就是 获取动物的 这个身体啊 作为食物 那么就叫做穴 演变到我们今天 就是动穴的穴 那么他本身呢 就有偷取啊 挖取 就是前面这个 呃 穴子的这个 基本的含义 那么 后来呢 就 分开了啊 那么动物居住的这个洞 这个槽啊 这个坑啊 这个居住地 他叫做穴了 啊 就有了个名词的一个去向 而动穴呢 一个铁手加个穴子 是指着什么呢 就是去 捣回啊 去获取动物啊 从这个 动物的居住地啊 去获取动物作为食物的补充 也是 前面一个折折加猪子 这个的含义 当然了 后来这个穴子啊 一个提出加穴子的 穴子这个字呢 不用了啊 被日本人寄成去了 呃 这个 基本上 古术里都有 但是好多人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啊 其实呢 就是获取动物 捣鬼 掏鸟窝啊 掏鸟槽啊 掏这个兔子窝啊 掏这个 这个 这个 羊窝啊 羊也有救助地 鹿也有啊 等等 他对于一个地方 刚出生的时候 总有个居住的 呃 地吧 他有一个 呃 这个 不是说非得有个洞啊 有个坑 那也叫穴 所以这个穴子 含义不仅仅是洞坑的意思 那居住地 后来我们 呃 形容到我们人 自己身上有土匪的 老穴啊 也叫老曹啊 嗯 那个居住地 他有这么个含义在里头 大家自己去考证 那么就有后来呢 类似于洞 曹 坑啊 居住地 这样的地方啊 都懂得叫做穴了 他有一个名词 这个方向的沉淀 而洞词呢 就呃 这个提手加穴子 这个字呢 基本上也不用了 就给了这个 呃 提手一个折子 加足子 这个穴子了 那么好 这是动物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食物的途径呢 就是所谓的草木植物 什么草木的植物啊 这个种子和果实 那么就有了另外一个穴子 就是我们今天姓穴的穴 草子头啊 一个穴子 呃 复壁子壁 加一瓶啊 这么一个穴子啊 姓穴的穴啊 这个最初呢 是指着 或 嗯 那 找寻获取 草木 植物的啊 我们人类能吃的部分 作为食物的东西啊 就叫做穴 那么这个穴呢 今天只是个姓 或者个地方名 其实在历史当中啊 我们在古书里头 看到了个穴子的时候 他也有动词的意思 和那个我们前面 这个哲祖 这个一样 就是获取 找寻获取 食物啊 那么 其实呢 偏向于 这个 获取啊 草木植物 什么 作为食物的 这么一层含义 但是后来呢 那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洞穴的穴啊 祖宗去打这个猎呢 不能老去掏人家窝啊 那个窝也不容易发现 也不容易掏袋 那总办的主动 就发明了一种猎杀 食物的这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射陷阱 当然了 这个陷阱不是说人为瓦 后来是人为瓦 就是借助着地下游的洞 去扩展一下 弄上个陷阱啊 进去 活捉 因为后来有了畜牧业嘛 有这个围嘛 围影里都跟大家做了这个 分享啊 还有这个 虚啊 虚 虚 畜牧业 那个虚 虚子啊 虚音里头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那么你要去活捉 你才养活 作为储备嘛 所以呢 那你要活捉的话 就不能去砍砍沙沙 打打沙沙了 所以呢 要活捉啊 完了 回来训养 那么就用这个穴 去 所谓的就是陷阱 去 捕获 动物啊 也叫做穴 捕获动物啊 你想 不一定就是捕获到小的 因为我们也就是 某种程度上 就是减少 这个工作量 也减少这个 危害性啊 提高安全性 因为我们要去跟动物搏斗嘛 你有这个 挖个洞啊 那动物在里头 饿晕了 也他也有虚 悬的时候啊 那祖宗从自身印证到动物上去 所以呢 就可以控制 那有时候是大型动物啊 什么牛啊 马啊 羊啊 驴啊 甚至于熊啊 屎 虎 豹啊 都可能掉到这个陷阱里头去 都用了各种各样方法 但是你说掉进去了 是掉进去了 我们也可以征服他 也可以 因为他饿他嘛 没吃的 他最后也就 悬了啊 头晕眼花啊 那么我们要去把它弄出来 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熊啊 一头牛 重的上千斤 轻的几百斤啊 我们人一个人 两个人 十个人都搞不出来 你把这个 从这个雪里头啊 去把它整出来 所以呢 祖宗就发明了 所谓的 今天我们叫什么 叫起重机啊 最早的杠杆原理啊 祖宗呢 就弄了个大树啊 就是其实这个 嗯雪啊 就是把这个动物 从雪里头挖出来啊 整出来 也叫做雪 这动词的含义啊 就给了折足 这个字 后来沿面沿面 给了这个草子头 这个雪 实际上草子头 这个雪呢 在我们比较近的古树里头 就是指这么一个 所谓的杠杆啊 或者是一个 嗯 吊起机 因为它也本身 有折的意思啊 因为一个树 树枝的 有个大杠子啊 我们祖宗用个大杠子 那所谓的杠杆 那么我们人啊 弄不出来 底下把它绑好了 把它弄出来啊 弄个杠杆 这头好多人压杠杆原理 把它压上压出这个雪口了 那你还是在上面 所以要转 转一下 哎 就转到路地上了 啊 就把这个大型动物 学出来了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叫做雪 所以性雪的雪 草子头这个雪啊 就有这个一个杠杆 或者甚至当秤式 因为后来的秤也是这样 秤也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杠杆原理 那么就有 有一个阶段 这么一个含义 当然今天我们现在都不用了 呃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呃 在一些两三千年以前的 这个书里头就出现这样子 这个含义 就是指一个杠杆能够省力 能够旋转啊 呃 整出来一次 从动力从后来就是像我们今天起动机 不光是动力做了 我们现在起动也是这个原理啊 呃 科学的发展最基础的时候啊 老祖宗就是这么演变的 那么就有这么一个靴子 性靴的靴 这是在古书里都有这个含义 后来又推到这个哲族这个靴子去了啊 所以哲族呢又旋转因为他要转一下 要要翘一下 翘本身就是杠杆原理也是一个圆柱运动 完了在竖向的在横向的啊 不管是怎么转吧 所以他也有旋转的意思啊 有转动的意思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过程的演变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祖宗过去了 掏了鸟巢啊 那这个虎巢啊 这个动网学啊 或者说是去学啊 射陷阱获取了动物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进行处理 要包皮啊 把皮给去除 那去除皮啊 就也有一个动词的动作在里头 那就是用刀子啊 把这个皮去除 所以也叫做穴啊 剥穴的穴 这是就是去皮啊 或者说尽量的尽量的尽量 像包皮那样啊 去皮那样 去削啊 也叫做啊 穴啊 当然这个也叫穴也叫穴啊 这个字 那么这个穴 有了剥削的穴 实际上它有利刀字嘛 一个胶字加个利刀 那么就是指这样一种动作啊 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啊 我们其实这个穴呢 读穴的时候跟去皮有关系 往往叫削皮啊 把皮去除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字 这是最初后来演变成我们所有类似于这种动作啊 哪怕不是去去除皮了 就是说有些肉 你比如说 这个木头啊 这个木头啊 我们也是像削皮一样 去削木头啊 削肉啊 嗯 削什么东西啊 也叫做削了啊 后来呢 人之间这种 呵呵 嗯 类似于不让别人知道就获取他人的利益 也是一点点 因为他一尽量的相切去做这个工作 通常是削出来的东西比较小嘛 叫人感觉不到啊 所以呢 有剥削的削啊 这有一些字的这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当然这个削呢 不仅仅是动物啊 那去毛去皮啊 啊 一点也削成瓶小片啊 等等片呢 就是尽量的相切才能形成的嘛 那当然了植物也有啊 也叫做削 就是去皮 你当然了有些我们可以连皮吃 像苹果梨啊 啊 这些果实 但是呢 你刀子啊 骨子这要去皮 也叫削皮 但是他毕竟是不需要工具也可以 但有一些是需要的啊 呵呵 你比如说核桃啊 呃 这个 板栗啊 这些坚果啊 大型的这个这个这个果实啊 那也要去皮 皮不能吃啊 啊 所以要去皮上什么椰子呀 等等等等啊 嗯 这个榴莲啊 什么什么什么山竹啊等等 那也要削皮 所以叫去皮叫做削啊 比如这么一个削子 那所有这一切啊 就是食物啊 就是嗯 这一个过程 获取了 完了 就把皮去掉 就成了食物 削成片了啊 可以吃了 那么吃了干什么呢 啊 解决这个虚弦的问题 那么解决虚弦的问题 那就是吃饱了 吃饱了 等于呢 把食物也就是说所谓学习灵性的身体 作为我们 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那变成自己的身体一部分是 是什么呢 那祖宗对自己也进行了反复的观察 思考 揣摩和研究 那就是用心脏能够流通全身的 所谓的这种 红色的液体 就叫做血 因为这就是啊 让我们解决 解决这个所谓的虚弦问题 就是补充血液问题 补充我们这个液体 今天我们都还没认识到 血液是怎么来的 说是造血 血是怎么造的 不知道啊 说造血功能补随 那都是错误的认知 以后在真理真相里头 统一论里头跟那些详细分享 血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怎么造血的啊 那么祖宗其实都认识到了啊 就是我吃来的这个食物 最终是要被我吸收变成血的 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解决虚弦的问题 这个变成自己一部分就是血 所以祖宗认识 这个血是我们这个生命灵气 灵性的本 包括动物 所以好多人不吃 血为什么不能吃人家的灵吗 有这么一个含义啊 大家都记得有句考证 所以有血液的血 血液的血实际上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变成自己的东西 外在的变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啊 融入自己的血液 当然了这有物质的 也有非物质的 我们慢慢的跟大家后面的分享 这个血其他的字 我们在这呢 就跟大家插入一个字 就是有一个皮靴的靴 这是更近现代的个字了 就是一个格子啊 加个化的实际上是这个样 因为我们本身靴呀 有去皮的意思 去皮呢 后来祖宗就是用这个动物的皮呢 去做这个 我们衣服也好什么 那么其实做我们的这个衣物啊 叫做血 主要呢 衣物还好点啊 嗯 嗯 要求不那么严格 我们这个脚啊 一天到晚在地上跑啊 那所以要有电子 就有草鞋啊 那个什么 用皮子做的 意思呢 就是也是像获取食物 变成我们自己的部分 变成血液营养 把它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一个承载 主要啊 重量的这个呃装备啊 叫靴啊 也叫鞋 靴是通常常种啊 用皮子做的 所以有格化这个靴啊 这是后来演变的 因为后来祖宗能把他给加工程啊 那包着脚了 以前就是草啊 像这 那木头啊 这里的垫着这个脚 减轻这个脚的损伤 这有这么一个靴子啊 这靴子就使着啊 像啊 那获取食物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血一样 是动物的皮毛变成我们人的皮毛啊 那一部分啊 就叫做靴了啊 长筒啊 那 基本上穿上一天就不会往下挡 甚至于祖宗那时候就绑上就不往下挡了 磨破了再再再整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靴子 那么既然有血液的血 血液是液体的 那么祖宗呢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呢 还有一种存在啊 那就是天冷的时候 天上不下雨 下的一种颗粒状的东西 或者片状的花状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祖宗就觉得 就相当于 我们获取这个食物 这血这一圈啊 是水的食物 因为它能变成水 所以呢 它也叫血 就某种程度上讲就是 嗯 这个能变成水 的这个一体的东西啊 就叫做雪啊 雪花 特别是寒冷的时候下的 那么有寒冷 所以这个雪啊 有一个雪字 这也是后来演变的啊 最早的时候跟这点都没关系 这后来文人啊 你要有这么一个字 对它进行描述啊 那么冬天这个现象啊 那么就叫下雪啊 实际上就是下的 能形成水的灵魂 水一体的 水本体的东西啊 就有这个雪字 那么雪当然有寒冷的意思 所以呢 因为那个祖宗也知道 所以这哎 雪啊 这个雪 下雪的雪 有白 它还是白的 有冷 还有白的意思 因为呢 这个雪花是白的嘛 所以呢 我们想把什么弄白啊 叫雪也能做到 和水一样能清洗 所以叫雪白 也叫还可以洗 雪洗啊 洗血 就是把自己弄清白了啊 弄得像雪那样白 因为有的时候会受到误解嘛 所以叫也叫耻辱啊 叫雪耻 有了动词 冷酷无情啊 都有含义在里头 都有冷的意思 还有无情的意思啊 还有清洗的意思啊 证明白的意思 所以有这么一个雪字 不光是天上飘雪花啊 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含义 也是比较广泛 好 按理说呢 到这儿这个雪音啊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虚音 悬音里头 也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虚音 悬音是饥饿啊 也是饥饿 产生的一些 感觉现象啊 那么承载了这两个音啊 的一些含义 产生这么些字 我们在那儿也跟大家分享了 祖宗不仅仅是指质物质上的 还有非物质的 我说叫大家就慢慢品味 实际上确实确实实 因为这牵涉到所谓的 哎 我也说过 二次生命叠加嘛 就所谓的无形的非物质的 跟已经无形的非物质的 跟有形的物质之间结合的第一次以后呢 再一次也叫做玄啊 这个文章说清楚了 所以叫玄学啊 那么也跟着都有关系 虚也有啊 虚有空啊 所以我们今天谈空说庙 也都跟着有关系 都隐含在虚弦里头 这些嗯 形而上的啊 非物质的无形的东西 那么自然而然 祖宗呢 也啊 考虑到这一层啊 因为什么 我们在前面还跟大家分享啊 两个音 一个弦音和 啊 歇音啊 呃 知道我们祖宗把 隐含在万物背后的 启着管理操作运作 把持主宰啊 作用的天道法则 法律 逻辑科学真理啊 呃 人们认识到的叫做先啊 同时代的 不管是横的还是宗的 我们都在那进行了分享 还是这个跨代的啊 一代一代歇啊 所承载的 那么这些呢 祖宗一代一代的 当时代的都拿出来了 那么圣贤呢 就是明白了的人 哎 把他给献出来了啊 认识到了呀 又又献出来 就是 跟大家去分享啊 那么歇啊 一代一代的 写下来了 所谓文字化了 那么也献出来了 也写出来了 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文字啊 这就有了什么呢 有感觉 感悟 知识 信息啊 的含义 那么这些东西 摆在那儿 我们不去 解读啊 不去学 去寻找啊 把它搞出来 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啊 那那 没有用 实际上呢 祖宗对我们人类自己 也进行了反复的 观察自告 全部的研究 我们不仅仅是啊 物质上的需求 使自己物质生命延续 那么这就来了一个问题 使物质生命延续 你为了什么 所以呢 就引出来了 所谓 祖宗也认识到了 我们人来到这儿 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的 吃喝拉撒睡 只是一个辅助的 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啊 认假为真了啊 那么祖宗也认识到这点 我们更多的是 需要要懂得 那个天道法 则逻辑科学真理 啊 等等啊 背后的这个道法啊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 成生而为人的一个使命 那么这个东西 既然祖宗也献出来了 写下来放在那儿 我们也存在一个 学的过程啊 找寻 把它去解读出来 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 形而上的 无形的 非物质的一个 呵呵 类似于像我们搞事物 解决徐旋问题 一样的啊 这样一个过程 也叫做学 这就有了学习的学 啊 学知识的学 那么这个学呢 含义呢 实际上 嗯 我们剖出实物不说 就是把知识信息啊 感知感悟啊 嗯 嗯 这个整合到自己的脑子里 我们今天知道大脑了吗 啊 就叫做学 拷贝到里头去 那么首先 所以我们要叫知识 这是最基本的含义 啊 那么我在这个 论语里头的分享啊 论语的分享里头啊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那么学是实习之啊 这个论语啊 第二是学啊 那么就解释了这个学子啊 嗯 呵呵 那么后来呢 所以这个学子有知识的意思啊 也有搞到知识的意思 拷贝啊 嗯 等等 那么后来演变呢 由于有学 学了以后呢 有这些知识干啥呢 要去做嘛 那祖宗认识出来的 那都是动动态的出来的 学这个知识 我们要去做 所以叫学习是两个词 习是按照你学的东西 知识感知感悟去做 后来呢 一些祖宗呢 就是学习放在一块 学着习啊 学习一样啊 所以学有习的意思 当然你仔细去品味 那不对嘛 但是呢 有些祖宗他不管你对不对啊 学就是习 所以不要跟谁谁谁去学啊 他有了一个动作在里头 就是照着样去做 所以学有了这么一个含义啊 不仅仅是把信息知识考到 其实这 从学字上来讲 仅此含义 但是后来拓展了呀 不仅是搞到 还照着去做 可惜又挂起勾来了 其实也是啊 这也是一个演变 但是我们今天都能接受 有你说的时候是拓贝的意思 我们能辨别出来 你拓贝了再去做的意思 我们也能辨别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子 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了 那么还有呢 有知识信息 有学 那么还要自己学 自己去拓贝 自己去获取 印到或者挪到自己的脑子里头 从这个知识文化 行而上的 那么还要叫别人学 别人也有需要嘛 所以呢 就所谓的叫学问 学问知识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含义 让别人学啊 那就存在教学了 就是说 学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是一个现象 从前人的学 再让后人学 所以有个传承的意思 大家就品味去理解 所以同时学问 学问研究 再有学问啊 那么这个学的 信息含量就多了 我们今天的宗教 我们今天科教 我们人里所有的知识信息 所谓的这科难科啊 都是这一个学 都被我们老祖宗 都教到学 所以呢 那么大家在分享的时候 现代时候 分享的时候 写的时候 文字话的时候 那可能呢 不可能一下子 一个人全都搞到 就就就说 都一下子 现在讲明白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搞 那么一点一点搞 就所谓有分科 所以我们现在有数学 物理 化学 哲学 语言学 这学那学 什么生物学 力学 各种各样的材料学 五花八文 现在所谓 现在所谓形成科学的 各门各科 那么祖宗 那个时候也是 也知道这一个 所以也进行分科别类 那么 所以呢 当一个 我们要去搞这个学 搞这个知识信息 感知感悟 传承 分享 让自己学 让别人学的 这过程当中 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你要有分门别类 当然综合最好 其实人都是可以综合的 但是你再综合 你要一门一门去学吗 一类一类去学吗 那么你不能说 人家比如说 今天我不想知道 这个 你跟我讲这个 他也不能 他总说要有问 叫学问 你再问 完了又针对你这个问 完了再去啊 学啊 给你展现 这些所谓的知识信息 那么呢 这个就要有一个问的问题 这个问 那么就是一个开头 要搞学的一个开头 就有了今天 噱头的学啊 噱头的学呢 就是个开始 实际上就是关于学的问 你问学叫做穴 因为你要起个头啊 你想知道哪一方面吗 要上哪一科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含义 问的含义呢 没有了 反而成了个噱头 就成了吸引别人的 一些技巧啊 一个隐含的东西了 有这个口子旁 加个噱头 有这么一个噱头 这么的 的演变啊 嗯 那么还有呢 我们前面说这个靴啊 还有木靴 木靴其实就是 那个杠子啊 那个杠杆啊 那个起重机 起重设备 那么自然也有其他的 嗯 还有虐待的虐也独作学 是实际上呢 也是啊 有一些 因为搞这个学嘛 不一定都是真的啊 搞的所有是我们现在 这个 规则啊 我们今天科学 认为它是真理啊 里面有真 有假 有错误啊 有故意的 有有义的 所以有邪啊 我们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所以呢 有一些也独作学 因为我们做的不好嘛 所以说别人能够细虐啊 也叫学啊 一个言的方 加个虐子叫学啊 那就是说 用语言表述的时候呢 哎呀 嗯 反正是不对的东西啊 叫做学了 当然又演变出其他的含义 他要跟别的词语用的 那么关于学音啊 就相关的字啊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好 谢谢大家